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什麼器材呢 就是這個 陶座坊的135四燒小杯 其實這個商品呢學長從 前年的咖啡展 就是19年的咖啡展 他就已經問世了 那那個時候呢 整個咖啡的拼飲的環境 還沒有到非常成熟 所以其實一直到了去年的咖啡展之後 學長才大力的在推廣這樣的商品 因為它中間其實有一些很神奇的地方 但是這個神奇呢 其實在別的品影項目裡面呢 其實它已經發生了很久了 譬如說像紅酒 我們都會知道說 紅酒杯有分各種杯型 厚寶 各種材質 威士忌杯也有不同的杯型 但是咖啡在這樣的器材的選擇上面 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 所以今天學長有跟大家聊這個 這個疫情也是需要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事實上呢 我們是否咖啡也可以跟紅酒 或是一些烈酒 可以去對齊的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器材 杯子的不同 去修正 或者是去領略 同一杯咖啡裡面的不同味道 並且呢用這樣的器具 去幫助我們 鍛鍊我們自己的味覺 去開發我們的味覺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一個不錯的點子 所以對學長來說 這個商品呢 除了它本身好玩之外呢 它對也有一種教育 或是一種訓練的一種方案 所以今天學長要跟大家講 老煙尼這個135自燒 它的為什麼會有風味上不同 同時學長還會介紹一個 我建議的一個飲用法 讓大家可以 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去使用135自燒 並且得到很好的訓練效果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老煙尼的135自燒吧 OK 好這就是它的盒子 然後打開它以後呢 可以看到齁 這邊有一次燒 三次燒 五次燒 三個杯子齁 但是從外觀上面呢 你是看不出來說 它是一次燒還是三次燒還是五次燒的 當然五次燒的顏色 一般來說 會比較淡一點點齁 但是呢 我還是不考驗大家的眼睛齁 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從後面 可以看到 上面一個火 代表說是一次燒 然後呢 如果有三個火 可以看到一個火 然後一個鹽 這就是三個火 就是三次燒 然後這個 一個鹽 然後另外一個是鹽 加起來有五個火 這五次燒 所以我們可以從杯底的部分 可以看得出來 它有一次燒 三次燒 五次燒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 外觀上面 這次的135自燒呢 學長選擇的是 裡面沒有上右的 因為其實陶座房 它有兩款設計 一種是裡面有上右的 另外一種呢 是裡面沒有上右的 它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 只有舊口的部分 有一點點上右 但是其實 承載咖啡的部分 是沒有上右的齁 那這樣子的 呃 杯子呢 它其實對於風味的影響 會比較顯著齁 對 但是如果有上右的話 就沒有那麼顯著 但是這樣的 也沒有上右的缺點就是 清潔部分 會比較需要花點工夫 但是沒關係 學長最後的時候 跟大家提一下 清潔部分齁 OK 然後呢 外觀上面呢 其實它沒有明顯特徵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比較有趣的地方在於是說 原則上呢 你燒的次數越多 它會比較偏白一點點 就是它會有結晶的感覺 會比較有土色 如果燒的比較少的話 比較偏紫色 會差一點點 那 偶爾都會有這種 可以看到嗎 這種 這個其實都不是 失敗齁 因為 老爺尼其實它就是一個 把泥巴跟礦砂 就是所謂的金屬礦砂 一起揉合 一起去燒製的過程 所以呢 其實它的泥料裡面 含的金屬的比例 每一個部位呢 不完全一樣 這是很正常的齁 所以它就會有一種 天然的一種 不同的一點點 燒製的痕跡 所以這個也是 老爺尼的一個有趣的地方齁 就是它基本上 會有一點點紋理 好那這就是 老爺尼135次燒 的外觀上面的一些差異啦齁 其實現在大家如果去網路上看一下 很多人的 很多網友們的評論 他們都會覺得說 哇真的會很神奇耶 為什麼 135次燒 同一杯咖啡倒下去的時候 風味上會不同 在了解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下 什麼叫135次燒齁齁 其實就是 這個杯子呢 老爺尼這個泥料 它裡面就是有 泥巴 一般的泥巴 還有礦物質礦砂 一起揉合完以後呢 然後就捏成這個杯子的形狀 然後捏好以後呢 我們必須要去 咬廠裡面去燒製 那就要燒很高的溫度 它才會成型嘛對不對 那如果我燒完一個杯子以後呢 燒完的話就成型了 就這樣硬邦邦的 但是我一樣 同樣燒好的杯子 然後冷卻以後 再放進去燒第二輪 就是變成兩次燒 那如果呢 依此類推 全部總共燒三次 就是三次燒 那總共燒五次 就是五次燒 所以五次燒的價錢 一般都比一次燒的貴 這也是很合理的 因為它是工錢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經過這麼多重的燒製呢 原因在於是說 隨著燒製的過程越來越多 它的 泥料的毛細孔 會越致密 這一次燒跟三次燒跟五次燒 五次燒硬度最高 它的毛細孔是最致密的 然後呢 因為 因為老燕林它本身是有 帶有礦紗的成分 所以它就是會釋放出微量的遠紅外線 那遠紅外線呢 就會 如果各位去對於淘氣有點了解的話 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樣的 帶有遠紅外線功能的淘氣 譬如說我們 之前很流行的叫做 背前咖啡浴 在日本燒製的 它的咖啡浴 它丟到咖啡裡面 可以降低咖啡的苦澀味 然後讓甜度增加 其實就是遠紅外線的功能 隨著燒製輸越來越多 我其實呢 一次燒遠紅外線的影響會比較顯著 三次跟五次呢 它的影響就沒有那麼顯著 但都會有影響 這是第一個原因 就是 三五次燒 它遠紅外線的功能 會略有不同 第二個影響在於是說 因為五次燒它的硬度比較高 它的毛細孔比較細 所以它的蓄熱效果 會是一次三次五次裡面是最好的 所以呢 它比較容易維持咖啡的溫度 頭上咖啡倒進去的時候呢 一次燒的降溫效果會是最快的 所以呢 事實上來說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在拼音的過程之中 剛開始可能倒進去的時候 溫度都是60度 或是65度 但是隨著溫度一直不斷降溫 降溫的速度不同的情況之下 你咖啡的風味呢 就會展現出不同的強弱 那又摻雜的遠紅外線的釋放 一次燒它的降溫是越降越快 但是它的遠紅外線是釋放越多 那五次燒它是蓄熱能力比較好 所以它的降溫是慢慢的降 但它的遠紅外線釋放的也會越釋放越多 但是因為它本來的速率就比較慢 所以呢它即使是到後面 它的釋放的比例也會比一次燒來的低 那這個這兩個交叉組合就形成了 一三五次燒會影響你充足風味的一個主要原因 隨著時間的不同 隨著溫度的不改變 隨著有好外線的釋放 它就開始做不一樣的風格了 那我們心態上面也不用去歸納說 一定要決定哪一個是我最喜歡的 一定哪個一定是最好的 不用不用 我們要欣賞就是不同的時間點 不同的鬥子 不同的手法 在一三五次燒的時候 會有哪些不同的變化 然後欣賞這個變化 並且去練習自己的舌頭 我覺得這個就是100分了 我們不用 一定要下定義說哪個是最好的 OK 那它的原則原理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 學長自己喜歡的使用這個杯子的方案 一般來說呢 我都會沖20克的咖啡豆 然後沖300CC的水 在下壺裡面大概是260到270CC左右 像剛開始我建議大家可以拿玻璃杯 OK 順序就是這樣 玻璃杯一次燒 然後攤子燒5次燒 平均分配 那我們來倒一點 好 大約就是50幾吧 50幾CC 大概就是8分滿 OK這樣就可以把我們的咖啡分完 然後這個時候呢 怎麼喝呢 建議大家啦 高溫的時候我們喝一輪 中溫的時候喝一輪 低溫的時候喝一輪 然後就這樣子把它喝完就好了 那這個變化其實很好玩 就是我們可以做兩個交叉變化 一個是什麼呢 同一溫度的時候的4倍交叉變化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同一支咖啡豆同一個杯子裡面的溫度不同的 縱向變化 所以橫向跟縱向可以比兩次 這樣子呢你就可以去練習你自己的味覺的敏感度 其實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除了訓練之外就是很好玩啦 OK 好那我們來先來喝一輪 哥倫比亞的鳳梨酵素水起的豆子 平衡 酸味蠻強的 一次燒 一次燒真的 對我來說一次燒真的 在這杯裡面的 雙味 強度比玻璃的強蠻多的 Body本身也比玻璃的強 所以我會喝起來覺得Body 喝起來它整體來說的 豐育度沒有一次燒好 我們來喝三次燒 三次燒的豐育度也比玻璃的好 但是甜度比一次燒的高一點點 然後還有五次燒 五次燒的整個釋放的效果呢 比較接近在 一三燒跟玻璃的中間 所以它的釋放的豐育度呢 比較四周 比較不像一次燒跟三次燒 都那麼的劇烈 然後五次燒放的東西比較少 但是又比玻璃的再多一點 但是隨著你時間的不同的變化 它待會兒又有不同的變化了 我們第二輪第三輪呢 我們就不喝 如果各位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自己在家裡面 這樣子去練習一下 真是非常的好玩 就是一杯咖啡可以喝十二輪 然後十二輪呢 你都會感受到不同的風味結構跟變化 哇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過癮的事情 那這也是需要一直很想鼓勵 目前大台灣的精品市場可以做的 就是我們除了去玩更多的豆子 去玩更多的手法之外 也可以去嘗試的 把玩更多的杯洗 更多的杯子 然後讓我們的精品的精緻度 可以再往上提升一個程度 OK 那最後呢 學長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一三輪炙燒呢 它裡面是沒有上油的 所以呢 久而久之 沒有右色的陶瓷 它就有點毛細孔 喝完以後呢 當然盡量把它搓一搓 搓一搓洗一洗 泡泡熱水都可以 那久而久之 譬如說你可能用了一個月 一個半月 兩個月 覺得你的杯子裡面好像有卡一點點咖啡的味道 有沒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烘焙度越重的 越容易卡味道 怎麼辦呢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既然要享受這個杯子的話 我們就要有因應的方案就可以了 還是用老方案 就是小蘇打 大概用一個月或是一個半月都可以 你就把杯子洗乾淨以後呢 然後呢 用小蘇打 用一個鍋子 然後小蘇打放多一點點進去 然後把杯都進去泡一泡 大概泡一個晚上 然後隔天呢 把它搓一搓 把小蘇打搓掉以後 你的杯子就會很乾淨 它就是一個小蘇打搞定的事情 不太需要煩惱 OK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開開心心的使用 老顏尼的杯子 那這個中間的各種變化呢 如果各位有機會的話呢 就歡迎大家來玩玩看囉 OK 那我們今天一三五十燒的開箱 就收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各位對其他的杯型杯子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學長如果 對這個東西小研究的話呢 就可以拍給大家看囉 OK 那我們下次休閒開箱再見了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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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